大家好,歡迎來到NTU CGN 就在昨天晚上8點 遊戲王公布了4月的新禁卡表 這次大家很希望他被禁的真龍皇VFD又再次的逃過卡表 變成了限一卡片 這次的新禁止卡只有一張 風暴魔術師 主要的影響是未介於風暴燒血這副牌組 在上一期禁止了拷問魔神之後 這次連風暴魔術師也一起禁掉 所以這副牌組已經失去了第一回合能夠直接獲勝的重要卡片 之後就會變成一般的大量link的定場牌組 這次的新限制卡也只有一張 真龍皇VFD 擁有封鎖對方整回合怪獸效果的能力 主要影響到的牌組是電腦界 少了一張VFD之後 被隕石解場的話會沒有第二波支援 但是在一般水晶技巧的泛用牌組 仍然是可以使用一張VFD 並沒有很大的影響 這次的卡表有變嚴苛的只有這兩張卡片 剩下的卡表內容都是放寬以前的限制 這次的新準限制卡總共有三張 第一張場地魔法聯合格納庫 第二張是改效果之後的防火強龍 第三張是一焰骷髏小丑 格納庫變成兩張之後主要影響的是ABC牌組 多了一張場地可以使得起手的上手率增加 但是關鍵的融合怪獸ABC目前還是現一的狀況 所以ABC只會有小幅的強化 讓他可以在起手動的比較順一點 再來是防火強龍 防火強龍回歸之後有被投入在一些電子族的牌組裡面 像是馬魚者、伊格尼斯都會放防火強龍來作為定場怪 這次解了兩張 但是會放的牌組應該都只會帶一張 預計下一次就會把防火強龍更進一步的放寬 第三張是一焰骷髏小丑 主要影響是魔術師 多了一張小丑的話 魔術師的上手率可以提升 而且一焰040的效果可以多發動一次 使得魔術師的穩定性有提升 算是有小幅度的加強魔術師的競爭力 最後是解除限制的部分 第一張同步怪獸廢品增速者 原本在改規則的時候被預防性的限制一張 事實上他的效果本來就一回合只能夠發動一次 一般來說在額外牌組還是只會放一張 經過上一期的解惡觀察之後 這次把他解成了三張 可能也是因為1105要出的遊星牌組 先把他解限制出來讓大家可以去玩新產品 接下來還有三張是現在主流的關鍵卡片 首先是幻變燒靈梅露星 這張是幻變燒靈的關鍵檢索卡 直接利用梅露星來做連接粒子球 就可以檢索幻變燒靈關鍵的偽裝者 搭配一張陷阱卡的話 可以很簡單的做出訂場 從兩張變成三張的話 會使得幻變燒靈起手抽到關鍵卡的比例增高了 競爭力也會稀微的上升 再來是魔法卡暗的誘惑 主要的影響是雷龍牌組 雷龍搭配暗的誘惑的話 可以作為起手的動點 多了一張暗的誘惑的話 搭配到雷電龍或是雷獸龍的機會就更高了 使得雷龍的出動也會變得穩定許多 再來是永續魔法閃刀機關 這張卡本身是閃刀機的支援點 尤其是在搭配王公鐵壁的組合 可以使得閃刀的魔法一直反覆的重複利用 從兩張變成三張的話 構築的選擇會比較多一點 你可以多放一點場地卡閃刀空域 或是多放一點強鬱而貪鬱之狐 不怕把你的閃刀機關給移除掉 對於閃刀的強度也是微幅度的增加 這三張被解出來的話 都是讓這些牌組的開局啟動點可以比較多一點 讓你的手牌質量比較穩定 接下來還有一組是兩張一起被解除限制 是兵結界的虎王跟繼承之印 主要是用在以前的虎王地靈神那副牌組 兵結界的虎王已經改了效果 這兩張就沒有必要再去限制他了 將他解除限制 整體而言這次的新卡表其實並沒有很大的影響環境 優勢的主流應該還是會跟現在一樣 是十二獸、黃金國、影衣還有電腦界 電腦界可能會稍微少一點點 另外三副則是都沒有受到影響 在環境上的變化閃刀、雷龍、騷靈跟魔術師 他們都有稍微的提升實力 比例上可能會略微的上升 其他的牌組基本上是不變 像是龍徽橋、調皮、幻影騎士團、轉身炎獸、馬魚者、召喚師系統、鐵獸戰線、魔舊、天球、龍女僕還有安迪米翁 這些都是下一期有可能在賽場上遇到的牌組 這次的卡表解了一張格納褲 可以嘗試看看組回ABC牌組 可以用格納褲單卡做出電子龍無限再加上ABC 或者是說搭配那張協調怪作為一般的水晶技巧泛用牌組來運作 以上就是這次四月進卡表所公佈的內容 好那你覺得這次的卡表改動改的如何呢? 有沒有影響到你所喜歡的牌組?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們知道你的想法 詳細的環境解說會在近日製作 那我們就到時候再見 大家掰掰